台北市議員王世堅 在槓上台北市長柯文哲 今天再爆料 說2018年的蔡柯會上 柯文哲不只曾經要求蔡總統 要到北市府和他會面 還當面對蔡總統 有很多不禮貌的行為 統批柯文哲 不過柯文哲反控王世堅說謊 說謊 剛剛被法院公正的 騙子柯文哲 憑什麼說別人說謊話 日前廣播節目上頭 台北市議員王世堅大爆料 反被台北市長柯文哲怒氣說謊 兩人戰火再度煙燒 柯文哲心知肚明 柯文哲你敢做就要敢當 一在槓上就是因為王世堅提到 柯文哲曾經要求總統蔡英文 到北市府拜訪 經總統幕僚強烈反對 兩人才會約在北門碰面 對此柯團隊出面反駁 完全沒有議員所說的 這樣子一個所謂市長要求 總統來到台北市政府碰面 這樣一個事情 這是只需烏有的 王世堅還提到當時蔡柯惠 柯文哲態度相當不禮貌 我們透過畫面其實都有很清楚的還原 其實雙方在見面的時候都有良好的溝通 那我要特別強調的是民意代表也是公眾人物 在對外發言的時候還是要有一定的公信力 不能把自己當作是一個綜藝咖 或者是通告咖 講話的時候也不能慶財公公 新仇加上舊恨 王世堅與柯文哲兩人戰火恐怕 沒完沒料 記者綜合報導